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极端亢奋和意识模糊的状态 当25岁的叙利亚难民阿里跑来抱怨音乐生态潮时 戈尔曼突然情绪激动地大吼大叫 说出了许多不堪入耳 涉及种族主义的言论 诸如为什么你不滚回自己的国家 紧接着 阿里还没有反应过来 戈尔曼就拔出小刀猛刺了六刀 其中五刀刺中了阿里的胸部 不久 戈尔曼在街头被捕 据报道 阿里五年前和家人一起从叙利亚逃到英国 目前是一名理发师 遭遇袭击后 阿里接受了紧急治疗 虽然他活了下来 但整个事件给他造成严重的身心伤害 无法工作 外出也需要靠拐杖 全家人因此失去经济支柱陷入困境 当地时间8月17号 爱丁堡高等法院 对戈尔曼商人一案做出判决 法官乌尔曼当天对他表示 你对一个陌生人进行了疯狂攻击 就是阿里先生 你刺了他六刺 其中五刺是胸部 你会威胁到那天晚上 你遇到的任何人 如果阿里没有接受紧急和专业的救治 你将面对的就是谋杀指控 最终 乌尔曼宣布 判处阿里入狱七年九个月 获释后还要接受四年监管 因为戈尔曼在案发时还处在另外一起案件的假事期 所以他要先扶完 前一案件的刑期后 再继续扶刺伤阿里案件的刑期 2017年 戈尔曼因为严重伤害其他人 甚至危及对方生命而被判刑 据报道 戈尔曼曾对社工表示 在内心深处 我的确想过要刺伤别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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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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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